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从我们高雄这个港口 可以说是南洋的北边的一个门户 然后往南边 往西边去当然是香港 往南边 曼谷拉 新加坡拉 马来西方 印尼拉 或者马尼拉 菲律宾这些 可是整个南海或者南中国海 北边的顶端就是高雄 所以高雄可以说是一个交通要道 交通非常发达 而且你觉得好像跟 无论用波浪连接起来 无论用风云连接起来 都是跟世界 跟外地 经常有往南 我住在这儿 我有一个邻居 就是大海 是我一个最好的邻居 住在这种邻居的旁边是一大幸福 因为无论市区有多几 你这边这个邻居是这么空旷 所以这个海就像一个奇大无比的道路 永不关的门与窗一样的 落日总是可以期待的 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这个落日千变万化就开始了 先是一个金球 然后变成金中带黄 然后黄中就带红 橙红色 等到快要到水面的时候 就变成红色了 红球了 如果天气好呢 那个水平线是一条线是非常明朗的 你就看到这个落日 一寸一寸被它切割掉 到最后整个红轮就下去了 春天是从哪儿来的 春天是从哪边来的 草是从高雄绿起 花是从高雄开始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目前高雄人很值得自好 春天是从我们这儿开始的